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翻譯 李宗盛 我們開始上課 這門課是控制系統 控制系統一 這門課是動機器電控學成 跟機設學成的必修 是開在秋季班 控制系統二 是這門課的一個接續 開在春季班 我是任課老師 葉廷仁 這門課對動機器 或甚至說對工程的科技的學生來講 都是很重要的 特別是機械系 還有電機系 還有做合工 化工 這些科系都有控制系統的課 都有控制系統的課 事實上我鼓勵所有動機器的學生 都應該要修控制系統 那不管是在 你可以在動機器修 也可以到電機器修 也可以到工科系 或是交大等等 那主要就是建立一個系統訊號 還有控制的觀念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門課的 今天我們主要來對課程做一個介紹 那首先我們來看這門課的課程大綱 那這門課呢 主要就是要給學生基本的知識在什麼 建模 modeling 建立系統模型 分析還有設計 對於線性的回收控制系統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學的是 這個feedback control 那一剛開始我們會做一些數學的複習 那控制系統裡面數學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那如果你去翻一翻研究所以上的 關於控制系統的教科書 一打開你發現全部都是數學 這個數學甚至用到很深 用到泛寒啊 用到這個非線性啊等等 那數學對於控制系統很重要 所以我們剛開始花一些時間來對 一些數學的基礎來做複習 那這邊的數學基礎主要就是the plus 還有微分方程 所以我們會把公術上面 裡面學過的微分方程跟the plus 裡面和控制系統有關的一些基本觀念 我們再複習一下 那之後我們會介紹這個方塊圖 那方塊圖是控制系統裡面我們表示系統的 一個表示方法 那我們會介紹這個方塊圖的一個表示跟它的運算 那之後呢我們會學習如何去對機械電機 還有機電系統去建立它的模型 所以模型指的是我們會建立出它的微分方程 或是轉移函數來代表它的行為 那這個部分應該算是這門課 比較有特色的地方 那以往我一直跟學校學生強調說 我教的班呢我教的控制系統是具有機械系特色的控制系統 所以有機械系特色就是我們這邊在課程裡面我們遇到的系統 主要都是以機電系統為主 所以你會看到這些質量彈簧阻尼啊油壓啊熱啊 這個機器人啊這些跟機械有關的 那這是有別於在電機器或是化工器他們開控制系統 電機器開控制系統可能強調的是對於電子電路做控制 那我們這邊強調的是對於這些機械或是機電系統來做控制 所以往年有電機器來修這門課的它就很痛苦 因為考試我考的就是要建立機械系統的模型 他們都很痛苦 這個東西不是他們擅長的 所以如果有電機器的同學要來修的話 你們要先跟我討論一下 不然會有課程的進行 會有某個階段你會覺得很辛苦 那動機器的學生應該都沒有問題 應該都沒有問題 好 那所以我們第二個階段我們是來學習建模 那之後呢我們就學習去分析這個控制系統的行為 包括它的穩定性 食慾的響應 頻率的響應 那最後呢我們會學習設計 分析學完了就要學設計 那設計的話我們會包含是跟軌機法或是和頻率響應法 它會學習使用波德圖來設計PID或是RELEG的控制器 那我們這門課最重目的是希望 你們修完這門課之後 你們都有能力把這個自動控制這樣的理論呢 應用在實際的工程問題上面 那我們也會透過一些素質的模擬跟實驗的實作 來加強你們的這個控制系統的專業的知識跟技能 那這門課 先修課程 我經常把這邊寫得簡單一點 大學物理還有工程數學 那除了這個之外最好也修過電路學啦 電子學沒有那麼必要 有電路學的知識會最好 因為我們要做一些電路 要做一些電路 而且我們上課這個控制系統這邊的模型 或是控制器的一個實現 常常都是用電路來做實現的 所以這些關於電阻電容啊OP啊這些知識 這個要稍微複習一下或是稍微看一下 好 所以這個是先修課程 那再來我們來看看具體來講 我們這門課的一個內容是什麼 我剛開始的簡介 就是今天或是說這個禮拜我們會上的內容 數學的基礎 方塊圖 動態系統的建模 控制系統的實域的分析 還有根軌跡的分析 這個頻率的分析 那控制系統的設計 所以就是這八個topics 那往年我都能夠把這八個topics能夠講完 所以這就是我們這學習要學的 好 那這個是暫定的一個每週的schedule 每個禮拜學什麼我都 根據以往的經驗我都把它列出來 就是每一張的一個分析的內容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你們參考一下 那這邊值得注意的是 這個每兩個禮拜我都會有一次作業 每兩個禮拜我都會有一次作業 你可以看這個PS1 Problem Set 1 一直到Problem Set 8 有八個作業 那每兩個禮拜一次作業 交作業的時候就是 我作業出去就是要交上一次作業的時候 一般都是禮拜五 一般都是禮拜五 那課本跟往年一樣 這個BC郭這本書 那你用舊版的新版的都無所謂 因為基本上這個控制系實在是太基礎了 應該變動也不會變動太多 那主要還是以我們上課的內容為主 那這個參考書的部分呢 我這邊列了兩本 那這一本是劉老師他們在用的 Franklin 那這一本書據說比較難 我看一看應該也是比較難 那這個是Professor Franklin 他Stanford的一個教授寫的 幾個教授一起寫的 那第二本書是Nice Control Systems Engineering 這本書我也是列為參考書 那這本書聽說很簡單 很簡單 那我聽過一個笑話 這個Franklin這本書很難 聽說台灣什麼台北科大啊 一些科技大學會用這個書 最難的 那這本Nice是最簡單的 那Nice 這本書誰在用 MIT在用 我們用的BG過是 難度適中 那為什麼用這本書 其實也沒有什麼難以的考量 我發現他偷影片做得還不錯 那偷影片做得還不錯 那這個 我在講課就比較好發揮 所以不用花太多時間 在這些 這些電腦細節的一些製作上 所以 基本上三本書內容都差不多 想要講的都一樣 只是它的舉例啊 或是它的表達方式 深淺不太一樣 那這個 如果指求過關的話 那上課聽課就可以了 上課聽課就可以了 回去再看看我們的投影片 比較上進的同學 要練習一下自己的閱讀能力 自學能力 我鼓勵你們 買本教科書 從第一頁到Whatever 我們講到的地方 每一頁每一字每一段 自己好好讀一讀 那畢竟我們上課講的東西是 老師經過多年的就學 或是研究經驗 那自己 而且看過書之後 整理下來的知識 那這個東西算是一個摘要 那真正一個完整的故事 我覺得還是要去看書 它有一個完整的故事 所以 雖然說我們這門課要過關 甚至拿高分 不見得需要去看教科書 可是我很鼓勵你們 養成讀書的好習慣 這個 上課聽完之後去讀一讀課本 讀一讀文章嘛 老師講的都是很片段 都是一個提綱結要的 那課本上面寫的才是 才是一個完整的故事 所以如果講的這樣子 就不用再有人問我要不要買教科書 那是你的選擇 沒有買教科書一樣 這門課 作業寫的實驗做的 考試考不錯一樣可以過關 這是你的選擇 好 那計分的方式呢 我們這門課呢 我們這門課呢 該有的都有 有 homework 有期中考 有期末考 有實驗 那homework 這homework assignments 佔25% 剛剛有講過 每兩個禮拜就有一次作業 那這個作業的部分呢 除了手寫之外 我們會跑MateLab的模擬 MateLab學校的計中 好像有100個license 對不對 可以跑MateLab 我會要求你們去跑MateLab模擬 因為實務上我們在設計控制系統 我們都會跑模擬 先用模擬去驗證 我們設計出來的控制系統的 一個性能 是不是達到要求 或者去分析系統的特性 從實驗數據 經過這些模擬分析軟體 像MateLab去分析系統的特性 所以學習控制系統 要學會使用MateLab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這門課 有些作業會需要你們去寫程式 那這邊寫程式跟寫C 完全不同的level 寫C那個太複雜了 寫MateLab就像在按計算機一樣 很簡單 把一個指令放進去答案就出來 不要把這個東西想得很困難 這個MateLab相對於C 就像是這個計算機相對於電腦 計算機1加2等於3 MateLab就類似這樣子 所以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那我們也會有演習課來 教導各位如何使用MateLab 對於初學的學生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的程式 程式設計覺得不好啊 對電腦害怕 我想現在這種人應該比較少了吧 每天都會玩手機 或是說 你對於程式設計覺得有恐懼感 這門課用到的電腦程式 完全是非常非常low的 非常非常容易使用 所以不要害怕 可是這對於控制功能 是一個很必要的工具 再來我們會有MateLab S加S S是在 複數 我們有兩次期中考 我記得我第一次教課的時候 我是每個禮拜我都小考 然後我沒有期中考 只有期末考 後來我第二年我就改 原因是我每個禮拜小考 雖然學生都跟上進度 可是我每次出考題 出的深度都不能很深 而且都不能夠比較有系統 比較完整一點 比如說涵蓋比較廣的範圍 每次都只有短暫的記憶 一個禮拜 那透過這種方式 學生常常都可以跟上進度 可是對於一些比較深入的 比較有系統的一個觀念 就比較不容易掌握 所以我還是回來 第二年之後我還是回來 我們有期中考 那期中考有兩次 各佔20% 那期中考的部分的話 可以帶一張A4的小抄 可是不可以open book 不可以看筆記 你只能看一張A4的小抄 就是你自己把 你需要的知識把它整理好 只能拿那一張出來看 甚至你把作業全部縮小 引印在裡面 我都沒有意見 可是就是一張A4的小抄 一張A4的小抄 那這個是期中考的部分 另外期中考 我的考試有一個特色 我絕對不會出考古題 我也絕對不會出作業 所以每一次都是一個新的開始 那以往常常有學生反映說 我考試太難啊 讓學生沒有信心啊 或是說隔壁班 這個劉老師那一班 那麼考試的題目 跟我們的難易程度差太多了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這一段可以消掉 沒有辦法 每個人專業不一樣 剛好老師的專業就是在搞控制的 我們可能這個禮拜有機會介紹一下我的研究 我剛好就是搞控制的 那我對學生在這個領域的一個基本要求 我相對的是比較高的 因為我覺得你沒有達到這個要求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去 真正遇到實際的問題去應用你的控制的知識 因為學是一回事 用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學不好絕對用不出來 你學得好 儘管你學得好也不見得用不出來 可是你學不好絕對用不出來 所以我對這門課的學生的要求是很高的 學生反映說考制考太難 讓他沒有自信心 這門課不是讓你來建立自信心的 這門課是讓你來將過去一年級二年級的這些 極見的知識在這裡做一個融合 然後加入控制系統之後能夠用出來 所以是要讓你們學習控制的知識 然後提升自己 不是要提升你的自信心 所以我考試的題目會 會 不見得如果用打棒球來做比喻 不見得都是直球 會有一些變化 會有一些變化 那你是有選擇的 你可以不用修我的課 電機系 劉老師 或是這個工科系教大 都有這門課 所以我 這個就是我的風格 我們先一剛開始 大家 先彼此了解一下 這就是我的風格 我的風格就是這樣子 那我不希望學期末 也有人跟我抱怨說 考試考太難 好 那期末考30% 30% 30% 那期中考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考這個階段性的 階段性的 就是期中考 第一次期中考就是考 學期初到期中嘛 那第二次就是 這個第一次到第二次之間的內容 那期末考呢 會稍微比較廣一點 當然還是以最後部分為主 可是前面用到的觀念 還是有多多少少 還是會 我不會特別的去出題目 可是前面 前面兩次集中考用到的觀念 有時候還是會進來 最後 我們還有做實驗 這個實驗也是很重要的 學一些控制系統 學完之後 弟弟沒問你 你學控制系統在學什麼 你說學一些數學 你有沒有跟他想像 控制系統不一樣 控制系統就是要控制機器 你怎麼都沒有控制機器 那我們這個level assignment 就是讓你能夠去控制機器 那這機器哪裡來 這個機器自己做 那我們這個實驗的assignment 是要你們去 如果有聽過學長 跟你們講過 我們會去做一個直流馬達 會去控制它的轉速 這是我們level assignment 占10% 那基本上這個level assignment 沒有特別打成績 三次實驗 這個三分 三分 四分 那就是pass fail 過關跟不過關 那當然如果你最後 你跟馬達做得特別好 我們會有加分題 有人做得特別好的話 我們會加分 我們這門課的一些課程資料 都會放在這個model上面 像第一章的話 因為可能有同學還不知道 我們的教學網址 所以我有把第一章的PPT 有寄給各位 應該都有收到吧 所以這是我們的教學網址 那這個部分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的實驗的作業 那我這個實驗主要是根據 H4E Control System Magazine 裡面的一個論文 我發現它提議得不錯 這個是關於控制教育方面的論文 他建議說可以讓學生去做一個直流馬達 用簡單的這些日常生活 可以得到的這些材料 可以做一個馬達的控制 所以我有把這兩篇論文 有把它印下來 或是放在model上面 你們可以看一下 那主要就是要去 第一個部分是要去繞這個馬達 繞一個直流馬達 我想小時候如果有參加什麼科學營 你可能搞不好都繞過 所以這個是小學生的玩意兒 所以第一個部分 我們有三個assignment 第一個assignment 是要去繞這個馬達 那第二個部分呢 是我們要來做一個馬達的轉速感測器 那這個轉速感測器就是我們會去做一個像齒輪一樣的 你可以用紙來剪裁做一個齒輪把它attach在它的軸上面 然後我們會利用光發射器 光接收器 那因為齒如果通過這個光源的話 那接收器這邊都會看到明暗明暗的訊號 我們會有一個晶片把這個明暗的訊號解成它的一個 把它的頻率把它解出來 因為頻率對應的就是轉速 所以第二個實驗是要去做這個轉速感測器 第三個實驗呢 我們要利用這個轉速的訊號來做回收來控制馬達 變成我給它馬達一個轉速的命令 我的控制器就會計算說馬達要給多少電壓 它才能夠達到這個轉速 第三個實驗就是要把控制器做出來 所以我相信透過這個實驗你們會對控制系統 不管是系統動態或是控制器或是感測器這邊 會有更深刻的體驗 好 那而且除了實驗之外 我還希望你們透過這個Level Simon 又學習讀論文 那讀論文對於研究生 老師或是有同學有興趣 未來做從事學術工作的話 讀論文對於是非常重要 那利用這個機會 學學怎麼看這個論文 怎麼看論文 這個論文基本上就是一步一步地去教你怎麼去做這個Motor 當然一些技術上的細節它不會講得很詳細 論文就是這樣子 大概講它的一個想法 那你們要學習去看這種 這還不需要說專業論文 專業論文這個算是 比較像是一般的雜誌上面的論文 不過這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那除了學習看論文之外呢 那除了學習看論文之外呢 我還希望你們去也去看看一些 這個datasheet 一些晶片 它的一個使用說明 做這個電控工程師 做控制工程師 常常我們要去設計一些電路 我們需要用到一些晶片 那晶片怎麼用 我們要去看它的說明 我們要去看它的說明 你才知道要怎麼樣去跟它做介面 要加電阻加電容什麼 點點等等 要去看這個datasheet 那datasheet 這個是我們實驗裡面有一個FE converter 就是把頻率轉換成電壓的一個晶片 它的datasheet 那去年我們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常常看到一些學生 都不去讀這個datasheet 那因為這個晶片要接上一些電阻電容 才能夠產生正確的訊號 那在datasheet裡面都有教你怎麼調 怎麼去選擇電阻電容 就很多學生他都不去看 他怎麼做呢 他就去 因為我們做實驗 我會開放電子學實驗室 而且把電子學實驗室裡面所有的電阻 拿來一個一個試 要看哪一個work 這不是工程 你這樣做 你現在在做的不是工程的 工程師應該要做的 工程師就是要去瞭解系統 利用知識去做一些正確的判斷 而不是用事務法 特別是這個已經是一個很成熟的東西 當然你用這些數學 用這些資料 你找到一個大概的數值 在這個數值的附近 你可以稍微try一下 因為實際的系統跟你在做計算的時候 所謂的假設有時候會有一點點差距 可是絕對不會是把所有的電阻 這個1K到50K 全部都一個一個拿來試 好 好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有些影片 不好意思 要點一下 對 點一下就好 對 那這個部分是去年助教他們做的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繞的馬達 這個雖然是比較富人版的 比較高級的 這個馬達的基座 還有這個感測器的這個感測盤 我們都是用3D列印來做的 那這個比較高級一點 然後這個就是電路 這就是你們要去做的東西 那這邊示波器這裡有看到 黃色的部分是 再點一下 那黃色的部分呢 是我們希望它的速度的 達到了速度的命令 所以忽快忽慢 忽快忽慢 方塊波 那這個藍色的部分呢 是它實際控制出來的 你會覺得這控制還蠻爛的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馬上追到對不對 而且還有誤差 所以這個是一個不好的示範 那下一頁的話 等一下 這個 幫我點一下 這個就是窮人版的 你看就拿幾個冰棒棍一樣可以 這個 這個感測器這邊就是拿紙板 剪一剪 所以透過這種很簡單的材料 那經費也不會很多 你就可以學習到 一個控制系統是怎麼運作的 怎麼運作的 所以這個性能好像稍微好一點 這個error比較小一點 不過反應更慢 那待會下課時間 我們有一個實體 你們可以來看一下 下課的時候 我們會請助教把它打開來 你們可以看一下 那不要被這個材料看 它都用鋁啊什麼來做指甲 不要被嚇到 這個也是垃圾桶剪的 不是特別去做的 特別去找的 不要被這個嚇到了 那下課時間可以來看一下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希望我們學期末的時候 你們都有這樣子實驗的成果 好 那最後來看一些很重要的時間 你會把它記下來 好 期中考 兩次 十月十九 跟十月三十 我們考試都上課時間考 好 都上課時間考 那final exam 1月11號 1月11號 期末考週的禮拜一 那主要就是要維持一個公平性 維持一個公平性 那一樣你有選擇 這邊我就認為 你要學控制系統 一定要寫作業 一定要考試 這好像能夠實作 這樣才會變強 那這個所以 自己做判斷 是不是應該要修這一班的課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好像很凝重的樣子 不會啦 控制系統很好玩 我從大學玩到現在 還覺得很好玩 控制系統 我對控制系統的想像 從我念大學到現在 想像一直都沒有變 而且越來越有趣 所以這門課真的很值得修 真的很值得修 那學完這門課 你繼續往電控這個領域去走的話 你可以學電動機械啊 學機器人啊 學訊號處理啊 學DSP啊 出來這個 就可以當一個控制工程師 電控工程師 或者去搞機器人 那你其他的領域 像機設 你做設計的時候 要有一些控制的觀念 你設計出來的東西 才比較要控制 像熱流 有些人在搞能源 能源也需要控制啊 應能量管理 這些控制觀念也會進來 那如果你搞固定 那如果你搞固定 固定在 像固定有一些危機鏈的一些 一些感測器 我們實驗室就知道 我們在玩這個東西 針對危機鏈的感測器去做 訊號融合 訊號處理 那整個觀念也是從控制系統出發的 所以這門 控制系統這門課 跟我們動機系的其他組 的關係都非常的密切 不單只是電控組跟機設組 所以如果你要選的是 是危機電學程 或是能源學程的話 這門課還是很值得修的 謝謝大家